这庙最壮观的就是这个佛塔 哈喽,现在是6月2号 来了清迈的第二天 已经退了房了 现在就到处渔逛这里的庙宇 好了,来了第一个寺庙 完全远 我们现在到了Wat Chang Man 这就是Wat Chang Man 很有那种拉纳的建筑风格 如果没记错的话 它应该是清迈最古老的庙室之一 这里是Wat Chang Man的后院 有一座佛塔 有些大象 我来了这么多次 还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池塘 哇,好精致 离开了Wat Chang Man 现在我们去了第三个寺庙 我喜欢泰国 有理由之一是它有很多这种很精致的餐点 所以虽然步行大概五六七八公里 还不错 就是有蛮多东西在看的 还有这些蛮精致的小咖啡厅 哈 转角就看到我第三个庙宇 就是这个 Wat Chang Man 先过个马路 如果没错的话 这是一个 好像是发财庙 不知道有没有口误 可能是 这个可能不是发财还是 好运吧 有点忘记了 我的泰语全部 我换给老师 哇,食物的那个 香味已经喷到我的鼻子里面了 好像是在引诱我吃饭一样 啊,不过我通常是 等我拜完了我才来吃的 所以 Not this time 这间庙宇是建在路口那里 似乎在挡那些 路冲向来的那些杀器吧 我还蛮喜欢这样的风水设计 不懂是不是风水 得继续前往前进 哈喽 那跟着这个牌 就到了下一个庙 这个就有 很有浓虑的 拉娜 的建筑方式 这就是 Watwandi 好运的意思吧 据说这是 世界最大的 慕之庙宇 这就是它的佛像 这里好像有一个佛教的结果 这是清迈的成柱 只能男性可以进去母性不可以进去 这就是信徒的花 哇 这颗树 它有那些嘉年华会的气氛 这些妇女都穿着 传统的 北泰衣服 这庙最壮观的就是 这个佛塔 它好像 几百年前 遇到地震而把它喷了 就是 只剩一脚 通过这个 机器吧 它就替佛祖 墨浴 就是从 这个水头 然后 装上去 然后 直通 好像 还真的服了泰国人 哪里都可以摆 夜市 就是在 庙里面 可以吃一些 哪里 垃圾的东西 只不过因为我还是要有 几个庙要去 所以还是 不吃了 好了 现在离开这里了 我应该是还有 四个庙要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 找这个庙还蛮难找的 就是走了 蛮多的愿望路 不过终于到了 好了 离开了这个第五个 还有 四个 谢谢大家 应该是还有 几公里的路要走了 三公里 可能 似乎有点低血糖了 所以就 买了一瓶这个 我通常 在走庙的时候是 不吃不喝 第六个 好 这应该是第六个 还有三个 这是 非常好看的竹林 非常好看的竹林 这庙有 不知道 不知道 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 他再重新 再开张吗 不懂 穿过了 那平门 就表示 我已经 出了旧城了 最后那两个庙 是在城外的 这边走着走着有点 吸脱的感觉 就是 口渴 有点渴 有点饿 那种 哇 讲话都 有气无力的 晚上这里就是酒吧 按摩院 白天 白天 就比较 安静一点 到了最后 第二个庙 就是这个了 这个庙 跟 那个 还蛮有关系的 就是说 把 话运给 载走 就是载到圆圆圆圆的 就是这样 祈求的就是这样 身后就是 白天的 夜市 我昨天也是 昨晚也有来 走一圈 现在 什么店都门口罗切的 安安静静 好啦 这是最后一个 该去的庙 经过这个 很美的 古墙 看来这个庙 应该是 在做一个大装修吧 屋顶都 拆除下来的 对 不过还是有人在外面拜 我就在外面拜吧 啊 这里还有一个 放生吃 就是把饲料 丢进 池塘里面那些鱼 就会 流上来的 就是平河 这个 太北最出名的河 太北最出名的河 它就从北方流到南方 就流到哪里我就不懂 所以你看到很多太北的河浴都是平河的那个滋补 有人做放生 来做个祈福 幸福健康 好了